清晰的故事 詞語音樂 詞語音樂 OK 那我們現在就準備開始 那一開始因為我並不是很會做簡報的人 我比較常做手動的東西 所以我簡報是用網頁的方式 我就往下討論 我要怎樣討論 因為大部分我在實作 然後考慮一些過程發現的問題 我是不知道什麼樣的問題 那這個折業是我之前工作的地方是樂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我在那裡工作七年 然後這個是之前的同事做的 然後大家注意他後面就是辨識用的東西 就是其實我工作跟這個就有關係 因為我做的系統就是負責在做這個照片的辨識的系統這樣 那我是當時我在做的時候並不是什麼的公司 會走過來我是寫程式的嘛 所以當時我們是跟西南大學的學生配合去做這個系統 那當時學生你也知道他拿到學生之後就跑掉了 所以我就從頭來一次這樣 就是他不懂他在做的時候我不知道從頭寫 然後我目前在系統的 因為你看你注意看那個 他其實相似性非常高 你可能看到隔壁的那個 四房他就特徵就只差幾個小黑點而已 所以我的系統辨識率大概只有 土碟我們做四百種的辨識率大概只有30%平均啦 最好的時候有夠50啊 那那個參數不知道是怎麼調 然後有一次我們還有參數參數再重跑一次 就沒有這個效果了這樣子 所以當時發生什麼美妙的誤會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也是就是後面就有進入這個PiTosh的社團啊 然後那個王先生嘛 王先生就一直都有發他的那個文章 然後我都有在看 那我就覺得他已經 我覺得他整理的順序已經非常完整了 在我們該PiTosh的首頁 他卻有介紹那個王先生的網頁 他有一個导圖嘛 就是說什麼是準字函數 然後就是這樣子就往跳往下 然後他其中一天應該還蠻好笑的 就是有講到說 如果沒有顯卡所要研究的人工智慧 怎麼樣怎麼樣 我就覺得那一天敢來遊戲 就是在吐槽這樣子 就是講說人工智慧這個東西要跑滿久的 OK 那等一下的話我就 我們可能都我們也大概講一個小時 我們就稍微休息一下 如果我講盡量慢一點 因為今天是手動實作嘛 那實作的話 我們就要把上一次講的一些東西拆開 一個一部分討論說 大家懂不懂他在幹什麼 如果大家不懂 我覺得大家就直接停下來討論一下 他可能在幹什麼 或是有沒有解法 因為我發現上一次那個 有點數學的部分以外 其實大家搞不太懂 REMAT這個整個架構 每一個部分在做什麼 能夠說你完全瞭解 他們的一個部分都在做什麼的舉個手 沒有 你看大家就實際上 大家都不太知道他在做什麼 那上一次你有一部分看懂的 可以舉個手嗎 有一部分 說可能有局部什麼叫可可如去 券機 券機在做什麼 或是後面叫做全連接成 他很多條線那一部分 誰知道他在做什麼的 有沒有其中一部分你知道的 沒有 那我們就講慢一點 那表示大家就是停留在所比較前面 我們不需要一直趕得很快 那我先因為我主要工作內容都集中在圖片 在我講上一次的內容之前 我先從圖片的一些就是色彩空間啊 三色原理那些東西簡單講一下 那這個都是別人的網頁 那我覺得別人已經寫得很好了 所以我整理這個網址 其實也是接導入那一部分的東西 然後再補充一些我自己看到 那這個 這個這一片 這個網站之後我就放到那個開口局 就會整理進去 大家就可以直接從這邊去看草原子 錄個人的一些小心的 那我就可以慢慢去講這個東西 然後圖片最簡單的 圖片就是常觀嘛 不連續喔 如果是連續就是影片的嘛 好 然後就有三個顏色叫RGB 就紅綠藍 OK 那我們一般都是0到25 其實有更多色階的圖片 但到我們平時比較多 在用的是0到25 所以這樣子的話 就是大概有基礎概念 大概就是這樣 就是合起來是最左邊 那你注意看一下 白色是最亮 白色是三色加起來最多的 他黑色其實是什麼都沒有 所以00的時候是黑色喔 FF就是25 25就是白色 就是最亮的時候 這個是基本的 那POIN我們這裡不講POIN 然後這個人他有講到 他有講圈基 但是我們一般我會把圈基講這裡是因為人工智慧那個 地內的那些東西 他一開始我看到圈基的時候我就覺得很奇怪 這個不是影片的 就是圖片的圖案 他看起來就是目標 目標看起來是取得特徵 所以他所有的算法 他填進去的數字都是取得特徵 那我這邊的話 因為我在處理特徵這件事情的時候 是用ImageMagic這個軟體 在這裡 圖像圈基 那因為他實在是講得太好了 我不知道普通什麼 我只能說 這邊按下去然後把它按翻譯 你就可以看到中文 大部分基本上是不會有錯的 他告訴我們他這裡就是 因為ImageMagic這個軟體 主要是做圖片處理 所以他基本上就是說 都是視覺上的處理 所以他給的參數都是給視覺的 那我在上一次有討論 我講這個時候 有那個誰 有說 這個特徵 這個三神三廣的 其實是靠訓練的 不是給指定的 後來我正理他講的是對的 但我講的也是對的 是這樣子 你先輸 我看有很多人做法是這樣 你先輸入一個 你既定知道的 特徵強化 例如最常見是 那個 邊緣強化 我看得到最多人 都是直接指定某個參數 他的目標就是要邊緣強化 然後在其他幾次的 圈基礎理的時候 是做別種的特徵篩選 但是第一神通常是特徵強化 當然第一神也有可能做別的事情 例如說 他要邊緣強化 請問他的參數是多少 多少的邊緣要把它強化出來 這個參數都是可以選擇性的 那所以其實我常用就是 我看到這個我常用就是 也是第一步 帶入最常用的邊緣強化參數 然後後面那個參數是靠訓練的 就是說 你那個三層三裡面要填什麼數字 跟你的全連接層 那個W跟B的參數 是可以一起訓練的 所以你變數非常多 那Image Magic這裡 我不知道上一次有沒有人回去看 他已經幾乎把特徵強化的東西都講完了 然後 在這裡的話 看一下 這個是 倦基 倦基跟圖片的關係 那我給的答案 我個人的認識 是特徵強化 是特徵強化 圖片的特徵強化 OK 那 另外再看這個人眼乾燥 我知道這個 大家能不能看得出來 好這一點 這樣子跟這裡 大家看得到滑鼠嗎 這一點橘色的吧 亮橘色 跟這一點 咖啡色 大家看得見嗎 你們覺得它是不同顏色的舉左手 你覺得它是同樣顏色的舉右手 你覺得它不同的舉左手 相同的 右手 好 OK 那其實答案是 欸 下面他有解釋 答案已經跑過來 那這裡告訴你 這兩個是相同 只是因為它有其他顏色的色塊干擾 所以 它看起來不一樣 這個也可以被利用在訓練 但是 我覺得是 不好的利用 應該說 為什麼我們便是 我個人會先做 色彩分離 然後再做黑白的特徵訓練 第一 黑白的圖片 訓練速度比彩色的快 因為你要 低段的數字量 比較少 第二 顏色會有強大的干擾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人也干擾 但是相機 我們一般會辨識都是丟到電腦裡面 都不是跟人有關 所以丟到電腦裡面 我們通常都是過過相機 或是你的camera 它會有什麼干擾 色偏 尤其是白天 中午 下午 晚 還有早上 早上偏藍 中午偏亮 下午偏黃 那你怎麼處理這個色片 其實如果你是搞攝影機的 或是你有攝影機的 大家部分 在攝影機的論壇 它都會教你怎麼處理色片 就是算法 也是算法 那如果你是影片處理的人 它一樣也是有算法 有一些自動色偏處理 那所以色偏非常多 包括像 如果你有去展覽 或是去室內拍照 你就會發現室內的光 像現在我們這個光 有點偏黃色 你這樣整體拍 我們人也感覺就是白色還是白色 人也較正能力很像 但是相機就不是這樣 相機就是忠實呈現 當時它是什麼顏色 它拍過是什麼顏色 因為相機是經過顏色校服的 所以它在照片裡面 通常你人眼看 覺得它是白色的 可是它的數字不是252525 那就很多問題 你如果用顏色去做電視的系統 我其實發現 它色偏會影響結果 就是你的那個誤差函數會變高 那個比例就會 就是正確比例就會下降 因為它跑偏了 它有處理的方法 你可以選擇做或不做 因為做就是變更慢 不做反而變快 那我選擇 我兩個都試過了 其實我現在補典的辨識系統 等一下會有一個整個遊戲 就知道為什麼要做顏色的 會變慢 但是還是需要它 為什麼 因為實在是特徵都看起來 一定要只差在顏色的 只好靠它的濃度去判斷 這樣子 好 那這個也是一個干擾的案例 那實在是太有趣了 這個嘛 看這個GIF我就覺得這個超 超超超 人眼來講的話 人眼的干擾是長這樣子 跟電腦的干擾不一樣 電腦都是色片干擾 或雜訊干擾 那人眼的話就是顏色不正常 這樣子 這是標準的人眼欺騙這樣子 我也是列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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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大家就是大家在學習的過程 可能都會遇到一些奇葩的問題 可能這都是在別的領域都已經研究過 因為我不知道 大進這個什麼開口學 或者公司會設廠之前 是從事什麼工作 或是什麼學系的 所以可能像有數學系 我倒有數學系的 像上一次的題目數學系 還寫可能就是 OK啦 沒問題會積分字 一下子OK了 他可能對圖片 他一些特殊的效果 就不太確定 我們就是很多西奧部 所以像今天這個 數學系的出來嗎 數學系 今天有數學系了 好 沒關係 就是在講這個過程 如果大家有聽不懂的 就隨時停下來 然後我們在辨識圖片 在丟進來之前呢 他都會經過一些些壓 如果大家說 我們不講壓縮 我們光講照相 就有一個叫做ISO達訊 每個人現在手機打開 拍到那個介面打開 他就有曝光時間 ISO強度 或是自動亮度 那你發現 例如說 等一下找個暗一點 等一下休息的時候 大家手機去一個暗一點 所以你這樣呼住 這樣呼黑黑的 讓它黑黑的 你就會發現 有個東西彈跳非常強烈 那個就是ISO達訊 他的目標就是 在你的手機 拍攝畫面 比較暗的時候呢 他強迫把那個訊號放大 才會連那些 不正常的訊號都一起放大 那所以在做 你這樣辨識的顯示條件 我們一般都會先做一次過濾 就把那個彈跳都處理掉 就是讓畫面平滑 OK 剛才有講 口腹入訊 卷機 是要求邊緣 然後 輸入要求平滑 所以其實是有順序的 要先平滑 先平滑之後 他的邊緣還存在 那我就相信 那是那個邊緣 你也可以試著 在有ISO入訊的 那個 有ISO雜訊的狀況下去做辨識 他其實是一種特徵 他可以被訓練 就是說 你拿一個沒有雜訊的照片 跟一個有雜訊的照片 一直訓練 他有辦法認知 那個雜訊 是什麼樣的數學公式 然後你在 用微分 或是反規 就是有一種是反算 就是說 我看到雜訊了 我想要拉平 應該要填多少的參數 他是有相關性的 他也是一個三成三 就可以解決的 就可以降雜訊 OK 你就成功 做出一個人工智慧 降雜訊的 首刻版 首刻版 你就不用買那個什麼 現在最強的什麼 120 Pro 是不是 華為 T20 現在號稱最強的拍照手機 價值多少 2萬4 我們就換算一下這個題目的價值 你已經成功達到2萬4的其中 十分之一了 也沒有很有成就感 這樣是至少2千次的價值 對 只是那個訓練會覺得有點難做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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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頁 這一頁網頁不太正常 因為這本來說有很多獨立範例 就是這一頁是在講說 你的圖片 壓縮 就是我們存檔 你可能會因為筆跡 你會把它尖銷筆 或是有品質 Q80 Q70 這種東西 那它會造成方塊失真 或是色彩失真 那這個比ISO還難搞 因為ISO它出現是有機率性的 你只要確定它的機率跟強度 你就可以把它抹抹 可是如果是方塊 它出現的機率跟位置都不固定 那個方塊雜訓是比較難處理的 所以你在做訓練的時候 你可能要故意把一張正常的照片 把它降 就是分成好幾次進去 有加雜訓的 有把它降體積的 降解析度的 要故意把它丟進去 為什麼 因為降體積就是降解析度 可以把那個方塊就是 你一合調 因為你就是 假設長官都出於一半 你本來一個四乘四的方塊 就變成二乘二 再出於一半 就變成一乘一 你就看不到方塊了 這樣子 那上一次也有講 我們大部分的圖片 在縮小很多倍的時候 你還是看得出來 它的主題是什麼 例如說 我們現在電腦你拍照 或是你看影片 它都有一個YouTube的縮圖 你看那個才多大 64乘64 那它整體的影片 它是播HD 或是4K 可是64乘64 你是不是簡單看 欸我看到一個人 而且你還認得出 那個人是不是小黃奇 或是周杰魯 欸大部分的人都看得出來吧 對不對 所以其實可以說很想去做主意 這樣大部分 像今天等一下 我首刻是沒有成功 上一次DNAG 我沒有首刻成功 但是我有看到別人首刻成功的 可以在網頁上跑 而且有順序 你看著它會動 那我們等一下就可以DNAG 這樣子 好 所以 普遍的壓力 鋁絲針 它是主在的 那我們在訓練的時候 我會建議 這些要稍微考慮一下 然後接下來 色彩空間 我簡單講一下色彩空間 因為我們剛才講 我們三個顏色是0到255 那實際上 色彩空間它非常大 我們看到的是其中一小段 所以你的相機太好 或是說 來源的圖片是非常好的圖片 超過了你的252525的時候怎麼辦 那這邊的話 就簡單介紹一些常見的色彩空間 像Windows它的方法 Windows 10 好像Windows 7就有的東西 這個叫做SCRGB 在你的控制台 就有一個色彩空間可以調整 我們一般叫做RGB 看得到裡面的小三角形嗎 這是我們電腦可以呈現的顏色 然後你覺得這個時候 你的呈現空間就會變得大 然後呢 以白色為基準 就是說你不小心有這個顏色 你沒辦法電腦不能顯示 它就按照白色換算 你應該在這個三角形的什麼位置 這個是色彩空間的換算 那 它還有其他 比例空後大概 看一下喔 還有這個 Windows 7的時候有出現一個格式 叫做HP Photo 誰知道這個東西 沒有印象 總之這個格式呢 是利用這一個 這一個方法換算 讓你的圖片顏色不會失真的 所以 然後這個算法是可以被印象 就是你 它本來超過25 然後可以算到25以內 然後都可以用 度覺上可以反算 不失真 反轉回去超過25的方法 所以這個 我特別就是有挑一下 只是它都是不太人情化 那這個是標準色彩空間 就是人類 人類感知 它透過很多特殊儀器 去設計之後 可以感 測出來的人類感知 色彩空間 它並不是全部都有顏色的喔 其他的地方 像X光 這是圓 紅外線圓 紅外線在這裡 人類看不見 那這個是其他頻率的顏色 人類也沒有感知 人類感知極限好像就是這一個 然後 我們一般的 我們一般的相機或電腦 其實能呈現的只有中間這一個三角形 所以我們大部分都叫這個叫做SRGB 然後 這個叫做 人類感知的XYT空間 叫CIEXYT 我簡單介紹一下而已 那注意這裡 白色在哪裡 這個就很重要了 相機跟圖片的色彩調整 基本上就是要先找到白色 因為黑色的話其實是另外一種設計 但是白色就很重要 所以白色這個定義非常複雜 我們只能說找一個大概最接近白色的地方 因為你找偏的 你整張照片處理的數值上 還會偏黃偏藍偏 偏奇怪的顏色 偏偏偏偏偏 你當然在算法上可以調整這個度差 但是我會希望大家就是說 找白色這件事情要認真一下下這樣 這台空間沒有什麼好想的 都是它的變形跟相關性 比較有趣的是在這裡 這樣子的 圖片的體積要縮小就要壓縮 那怎麼壓縮 你注意看 人類對藍色的反應最小 你注意看到了嗎 藍色的變化只有這樣而已 人類的眼睛感覺到藍色的變化就這樣 然後藍色 綠色 綠色佔了大概超過三分之一的體積 所以基本上綠色如果我們是用0到25秒4 但是可以換算成0到1 所以你的惡物如果變成0點幾 0點幾的時候 就會有小數點0點幾 多少多少多少 那這個時候紅綠藍三個數字 誰要被先切掉 藍色先被切掉 因為你切掉藍色最後面 人類沒有感知 你可以切掉很多 大概好像比例是 2 3 比2 紅色比2 藍色比1 所以藍 如果 空間有限 大概是可以按模統比例 就是 顏色可以 不要小數點 或是不要尾數 整數的部分可以塗掉 好 就看這張圖 是人類感的 那有人就覺得說 不公平啊 文明平藍色很敏感 所以就有人重新校正了色彩空間 長這個樣子 這個我就覺得不太正常啊 因為我自己測試的結果是 字片這一張 字片這一張 我自己做自我測驗 找了 就做一些數字圖片主義 那 有人測出來是這個 這一種的 那 我就不討論了 你們就知道 這些色彩空間 人類感知 它是都可以互相換算的 只是你要怎麼用而已 好 但是這個是跟圖片有關的部分 就是圖片跟色彩 那我往下 嗯 現在我簡單講一下 因為這個就是 人中智慧要用的東西 你也躲不掉 所以有先進代助 這個 有上功成數學的舉手 大學一二年級有上功成數學的舉手 有嗎 沒有上個舉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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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過的 不知道這個的舉個手 不知道的 那就 要看一下下 因為我們多多在算這個 也可以選擇 就是說要不要 困境看哪個班 有在開這個課 就給他選修 選修一下 這樣子 因為這個算法 網路上也有教 然後你寫成是也有現實的 線性代助套件 直接幫你算 反正這些都是被 數學來講 我會使用數學套件 是因為 大部分的數學套件 都是被驗證過 他的正確的答案 跟誤差範圍 就是有錯 你也知道錯多少 大概是這樣 所以數學套件我比較常用 但人工智 為了那些開口 跟 那個 Transpro 我就比較少用 為什麼啊 因為我都不知道他會做什麼事情 我也不知道怎麼驗證他 我就很少用 我寧願手寫 我不用套件 OK 舉證 然後線性代助還跟舉證 剛才那個四方形就是舉證 所以線性代助跟舉證 其實 大部分的講法內容都是一樣的 然後這裡好像有 簡單的加點繩子的介紹 那剩下的就 我就不講了 然後 basis 這個我特別提出來 是因為我這個在寫程式 也有這個字 是不是這樣解釋 我們在 程式多座情緒裡面 這個字叫做 偏移 偏向所 我們有一個 有一個專有名詞叫這個 你對我這個特別提出來 是因為 如果你是寫程式的 我們要搞清楚 這個東西在這裡 數學裡面 叫做 基 或是基底 這兩件事情 好 我把它提出來 但是呢 如果理解的基底 好像有點落差 我實在是 我自己沒有特別搞得清楚 基底在講什麼 我只是硬背下來 有這個東西 然後 該怎麼 看待它跟怎麼算它 好 向量 向量的話 比較 就是 線性代助 分析性能上都是 把數字 換算成向量 向量的話 我們可以簡單理解 長寬高 這三個方向就是向量 然後如果是平面的話 X多少 Y多少 它就是平面指向某向量 那大部分在這裡 有二尾向量跟三尾向量 或是正多為的 所以這個算我覺得也有點難 所以大部分我也是建議 有這種線性代助 鑽向量的 有直接套件 在這一部分我也不想要首課 因為我首課 不可能比那種驗證超過十年的套件 還要厲害 這樣子 所以這個我會選擇 用套件 好 這是最簡單的 這應該是學校有教過的 好像國中 國中好像就有教像這樣子 這樣變成 最基本的 然後如果是電子學 基本 呃電機系的嗎 有電機系的 電子學或電機系的 應該是有時速跟虛速嗎 就是在算那個電 跟電容链桿的 對不對 那也是 它其實也是做像這樣子 時速就是真正有效的電 那彈虛速的部分就是你的電費部分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他說做虛攻 那消耗牌是存在 好我簡單就是介紹一下這個 ok好 那我們就 再繼續這樣 這個是邊緣強化 你可以手寫 你也可以用 那個三層三 矩陣 做卷矩 或是用 裡面居面居可 都可以達到不模一樣的效果 那 這個是它參數 就是有很多種結果 我剛才有講的嘛 你的那個邊緣強化的參數 要下多少 跟這個有關 你看這個線比較多 這邊的線比較多 這邊線越來越少 因為你參數 下的可能強度 或是 有的太強 有的太弱 它就變成點狀 它就沒有 沒有線條 那我看起來好像 第一步重點是 你要調出有線條的參數 這樣子 那如果你怕做錯 你可以用 你面居面居可 它已經有幫你做一個專門的 專門就是做那個邊緣強化 你可以直接放那個 這個結果來算就可以了 好這個就蠻成功的 邊緣強化 大概就是要做到變這樣子 好 沒有了 那接下來 好 這個的話 是別人的CNN教學 它在講的也是DNAD 就是手寫數字電視 然後 它好像有用一個套件可以變成這樣 但我不知道它是用什麼的 然後它有手寫代碼 然後後面是它做的結果 跟這個 OK 它這重點在講這裡就是 特別提出來是 它有解釋 第一層 就是那個全連接層的 第一層 第二層 第三層 那它也有講它的疑問 第一層它還看得出來 它在做什麼 然後第二層開始 它就覺得不知道它在做什麼 它就是 它有成功 做出 訓練這個系統 但是其中一些步驟 它也不懂它在做什麼 但是它有成功做完 在這裡 所以這個也是可以參考 別人 它系統 手可成功了 可是它也完全不懂 中間發生了什麼事情 然後做訓練的話 有一些有趣 它這個也不要有趣 就是這樣 欸 7原來是有這種寫法 我現在才知道7有這個寫法 我都搞不懂這是什麼東西 所以這東西如果丟到我的系統裡面 基本上沒有答案 因為我不懂這是什麼事 這答案是7耶 可是 太 太舒服了 OK 簡單介紹一下別人的成功 然後這個是VP裡面講 倦基 然後好像我們早期 叫做台灣版 你好像叫做什麼 旋轉 回旋積分 是嗎 早期版是這個字 回旋積分 那後來好像又翻摺基跟倦基 可是我記得好像不同的名稱有不同的解釋 是不是 我不是數學系的 但是我對這件事情有印象 因為這個寫在文基跟課本裡面 然後 我不知道怎麼解釋摺基 旋機 旋機這種事情 但是 基本上這個我大概看得懂 這個的話 在電子 電子 別的課本 有電容 的那個 訓練跟方便 反應這個 差不多 所以基本上我知道它在講的是一個微低分 那 它的空間 換算 這個我其實不太懂 那如果還是列出來給大家參考 OK 然後 這是英文版的 有人喜歡看英文的 不喜歡別人翻譯過的 這個也 比較完整 它也是講大概一樣的東西 那我又不多解釋 因為我自己不是很懂 我只知道 旋積可以做邊緣強或 做特等強化 所以它的標準用法我不太會 我只是從圖片的角度 看這些數學的概念而已 Kernel Kernel的話 是這樣子 他們好像很喜歡 就是說 軸機啊 還有 影像組 你都喜歡用一個Kernel 做一個名稱 然後它是一個叫做三乘三的東西 然後這個三乘三 裡面你可以點整數 或是補點數都可以 然後最小 如果做強 特的強化 好像最小是三乘三 因為其實也可以做五乘五跟七乘七 然後有人用數學公式驗證 七乘七等於兩次三乘三 所以 全部用三乘三做比較快 你就多做兩次 而且你程式碼會點到很多 七乘七的算法比較複雜 然後你的理解上 你等要多理解一次 還有 五乘五 三乘 五乘五 五乘五等於三乘以三做兩次 七乘以七等於三乘以三做三次來四次 就是數學叫等價 那你也可以首刻 負一做一個簡單卷機 你有看到嗎 這個參數 我們可以負一帶這個 周圍都負一 中間八 你甚至可以中間九 然後呢 你負一再做一個更大的五乘五 最外面是負一 中間這一圈 中間這一圈 中間這一圈是零 然後中間是八 然後你看這個跟負一 八 這個是不是等效的結果 如果是等效 你就可以驗證這個結論這樣子 只是數學上 嗯 我不知道你會不會驗證 然後我是有時候會試一下 因為如果我不懂的時候 還是驗證一下比較準 這是彩色圖片 然後用這個 這個就是電源強化 所以MageMage盒也可以幫你做這個事情 你參數也不用下 他已經有一些 內定好了 你也可以查參數 然後或是自己下參數 你要多小 那基本上我就直接下 我有知道他下多少 反正我就是得到 這次這樣可以讓你結束了 而且效果很好 好到我又不想要思考了 嗯 好 這樣子 效果還不錯 好 那 好 Kernel的話 就是在講這個三成三的東西 他好像一直 長出現 OK 這裡我看到一個五成五了 但是這個是球平均 下面這個五成五 好像才是邊緣強化 你看到了 他更銳利了 你看到了嗎 他更銳利了 那為什麼填這些數字 我覺得好複雜喔 我都是死倍啦 死倍大概要填什麼 不是 技巧 這樣子 那這個也給大家參考 這一頁我覺得這一頁不錯 好 那 你Magic Magic這一邊的話 我看一下喔 我會強烈推薦一定要玩這個東西 因為 他包含了圖像卷機 然後還有縮放參數 從採樣去過濾器 我覺得這幾個都還蠻重要的 因為你的圖片進來 就可能會有雜訊 所以這個也可以幫你去雜訊 所以這個也可以幫你去雜訊 以Magic Magic的去雜訊 要下參數強度 我比較不喜歡用這個 因為 好像一個叫 NCOCUS的 他可以自動調參數 那 可以等一下再介紹那個東西 因為那個東西只有 去雜訊這件事情做的比 以Magic Magic更好 其他都是以Magic Magic 直接碾壓這樣子 那這裡有映射效果 都這樣轉化 那這個跟 跟一些卷機 或是說 等一下跟影像辨識 我覺得都有相關 我會認為 從 從哪裡開始看 從 這個 顏色 量化與走動 走動就是跟雜訊有關的 鞋個連接 然後這裡多放 校訊 像影像動案 映射 到這裡放句子 OK 我覺得這幾個 慢慢看 一頁一頁一行 看完它 然後再去做 影像辨識的東西 可能會相對簡單一點 你就不會去覺得說 中間好像缺了 缺了什麼東西 不太了解 例如說 縮放的時候 你可能會看到 你的頭髮 突然變得非常的亮 有了有這個 這個叫做 波紋 你看到這個波紋嗎 你看到這個波紋 縮小之後 你注意看這三種 這三種縮小之後 你看到嗎 這個有額外縮出來 這個 一個不小心 一個不小心 這個就變特征了 我實驗過 這個可以被變成特征了 所以最好的選擇是 最右邊 我個人選擇 後來的參數 是選最右邊這種 就是這個 莫爾波紋 變最小的 但是這個有個缺點 特征本來存在 因為被我削弱 所以特征就消失了 他只剩下比較強的特征 有好有壞 因為我後來分了很多層 就是 全年階層 或是劍體層 我做了很多很多層 我沒有照過別人的入門 照那個架構做 我是按照我自己的理解 把它做了很多層 這樣子 好 好 那這裡有一個 在這裡 這裡可以用你的眼睛去驗證 哪一個算法 才是你的天菜 才是你的真愛 每個人的感知 若差不一樣 那你要怎麼設計你的系統 這邊有那個縮放參數 可以讓你參考 好 好 看一下 扭矩印射 看一下 好像有一個是 無線的記憶 印射 這也是一種印射 這也是一種 卷機的應用 但不是我 不太理解 他的公式怎麼算不來的 然後 這裡有一個 印射 在這裡一點 好 再來 好 這個形態學 也有點關係 我們在 影像辨識 就是上一次DNAD中間有一個 四個選最強的留下一個 有意義像是辨識嗎 那我會把它歸為這個叫做形態學 因為他就是說 你有一張照片 你可能有某種訊號 有一種很強的訊號 你要在縮小體積的時候 故意把它留下來 那我覺得形態學是在講 跟這個有相關 所以這一頁我也把它列出來 他就是講 原來可能是什麼形狀 最後縮小到變成什麼形狀 然後再經過什麼算法 可不可以再把它變回原來的形狀 這邊有證明 他先縮小 然後再用一個公式訊號 可以變成接近原來的訊號 那 像這個十字型被它縮小成一疊 再透過某個公式把它放大成十字型 那 這邊有公式 跟那個參數 你也可以用裡面去面積的去計算一下 這一種縮小 像Max Pro Max Pro 跟ADG過 他是不是在講同一件事情 不過 我認為他在講同一件事情 我個人認為 然後 這裡 形態學還有一個好玩的地方 在於 他也有主理邊緣的 欸這個是主理邊緣 跟剛才的主理邊緣 不同的算法 那你可以得到同樣的結果 然後重點是 他這裡有一個範例叫做 變成 可能 那個 火柴人模式 OK 如果你要做 人體 肢體 並行的一些 計算 或是 偵測 這個還蠻好用的啊 如果你不要做這個 細拔的姿勢 你看到嗎 中間這裡有個卷軀 因為這個人 他的手 放在身體內 他放在身體內 然後後面有一點 他這個 伴力是在告訴你 如果中間有一點 他會變什麼 那實際上是這樣子 變成 變成 人形變成這樣 你可能沒有覺得什麼 但是我們現在 你叫Demo的是什麼 手寫電視 手寫全部都是線條 而且可能有出有細 很簡單 你就用這個方法 做前置條 條件處理 你進來的話 邊緣什麼 我也不求邊緣的 我直接把它變成火柴的模式 就是 1就是1嘛 你寫的1還是1嘛 對不對 你變得很細這樣 那你在做 我就發現這個 解析度可以大量的下降 然後你的電視 手寫度就可以變快 這樣子 所以這個型態決 就是基本上講這兩件事情 我特別把它拿出來 好 然後 這是Image Image 所有功能主頁 剛才有講過 就是建議右邊 從 從採樣 從採樣到 抗句子 以上這一段 可以先看一下 然後 很多事情 你到了那個什麼 VNet 或其他人的算法 你就會發現 其實有一個步驟 是重複的 你就不用一定要用 套件裡面的算法 你可以在Image Magic 就有選擇 用你熟悉的 或是你知道 你要什麼效果 你就直接套 套這個結果 去取進來 取進來 就好了 這樣子 可以減少學習的負擔 OK 副業變化 如果你是做聲音 影像變視 聲音的部分的話 副業變化 是還用很多的 因為我們看到的 Media Player 不是有說 就有一個波形 蹦蹦蹦蹦 就是用這個做的 它就是照顧你 聲音可以被分解成 什麼訊號 這樣 在附列 然後這裡 沒有 在 這裡 這個 有幾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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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幾個都是在講 聲音的 辨識的一些前置表現 剛才那個是 影像的 那這個好 OK波形 這個 編輯器 應該也是 每日功課 整個有波形 什麼的 好這個不像 這個 這個是體組 占掉函數 換算的體組 OK 重點是波的而成 OK這裡 你看到嗎 你我們平時 像我在講話的東西 就是這種奇怪的波形 那它就是 你看到背後的曲線 你看到背後的曲線 就是它可以被 變成比較小的 這種波形 好 這個是在段數空間 然後你會在 另外一個空間 就看到那個 Media Player那種 波形表演的那個東西 那你再搭配時間軸 它其實那個已經幫你變成 線性的 數學了 你就是把它分解成小波 然後 然後 就可以做一些 像 去打訓 像第一次我們的錄影 我們這個活動的錄影 第一次 那個聲音不是很小聲嗎 我後來就把它放大 放大六倍 但是我中間還做什麼 我先錄這個聲音 你聽到這個聲音嗎 我先錄這個聲音 然後呢 再把它的 相對這個波 然後所有的這個頻段 下降百分之九十 所以你就聽不到這個聲音了 然後我再把講的這個聲音 講的這個比較難 因為你 喔喔喔喔喔 這樣子 它波段很大 範圍很大 所以你能強化 常出現 或是你選到的那一段 這樣子 所以你的聲音 強化比較難 但是背景 噪音消除 用這個方法 就非常簡單 這樣子 所以你在做你 聲音的那個辨識的時候 前置條件就是做這個事情 你可以用這個 把人聲 人聲有個特別頻段 好像從22K開始吧 你故意把這個放大十倍 那其他奇奇怪怪的聲音 全部不見 剩下一個人在講話 好 好 所以我波形這一段抽出來 是因為 我們也用到很多 複利頁跟波形的東西 其實影像也有用到它 只是 現在看不見 那就不算了 OK 那這裡是 我在實作的過程 我在實作的過程 我遇到一些問題 其實是獨點數陷阱 這個用追S 因為我們等一下跑是網頁版的DNet 所以它也有這個陷阱 那VN已經解決掉了 那我自己的話 是有遭遇過 但是 我是把那個殘差留著 因為我覺得那個殘差 不會影響很大 它是告訴你 為什麼 1加1 會等於1.99999 這裡 類似像這樣的事情 類似像這樣的事情 那 那 如果你是手寫派的 基本上這種事情 就稍微測一下殘差問題 然後怎麼解 它對於有套件解 或是 就是有很多解法 你要選擇數學解法 或是用套件 比如寫有套件 直接算高頻率數的 都可以 因為這是數學套件的事情 這樣子 在 網頁裡面 Node3S CShop C語言 其實都有這個問題 是看你怎麼福利 所以這一件事情 我特別提出來 手寫派 手寫派的人 挑戰術可能不會遇到啊 手寫派一定會遇到的 然後 火源是我個人最喜歡的 一些算法 我的底相辨識大量使用火源 跟現在的架構那個 用到的這個東西不多 因為我在 你們看得到這個蝴蝶的這個 我在想法邊緣的時候 或是做邊緣比對 這個比對 我的算法其實是來自火源 所以我特別把它拿出來 但是我不太會講 我只知道怎麼做 因為 嗯 實在是有多難表達的 我光是算這個 我都覺得頭痛 我只是特別提出來 那這個火源它有在哪裡用到 請問一下你拿火源來做什麼 有兩種 平面來講 平面 我們在前面 這裡有一個強化邊緣 強化邊緣 好這是它了 這個 你看喔 你看它是在學有邊緣 邊緣是不是可以被 一個火源緣 就是結一段 就是說 這個是邊 那它中間兩點在哪裡 你的會找到公式 實際上合理 而且非常大量 有兩個可以證明我的這個理論 我們看一下 隨機密區 小波賺法 在921之後的前三年 921之後的第一年 第二年第三年 那時候小波算法 這個追PG兩年 多紅啊 未來取代 追PG的算法 那是當時 它這個小波算法 它是基於小波 然後它也是有用到火源的東西 只是它大部分 都用小波來解釋 它火源也可以做出 類似的效果 那 當時來講的話 你注意看 它這些 它把圖片大量分解成小波 就是跟剛才那個小 剛才那個 褲利葉那個也有點像 有沒有 它也是用波來算 然後 但是它裡面有大量 也是跟火源有關的東西 在它的公式裡面就有 它是過渡性的 就是火源 得證小波 是ok的 ok它就不過渡到小波這件事情了 那它的算法 對PG的算法 在網路上有公開解釋 只是它 它在十年前有專利保護 結果因為那個專利 結果它就沒有熱起來 因為它到價太高了 所以到現在 基本上你有聽過 對PG兩千的居爾床 基本上沒什麼人知道 但是它在921的那三年 我高級畢業之前 然後它是大熱人 然後一堆人 我們這個 然後去申請專利 然後它到2小時了 真尷尬 好 那這個是平面的 剛才那個平面 還有一個是立體的 我們把圖片縮小 我們把圖片縮小 大部分像 64x64 你還是可以看得出 一個人的輪廓 請問那個輪廓 是不是有點立體 對嗎 有陰影 前面白色 然後你可以用一個3D的套件 把你剛才看到的畫面做出來 它其實是有前後 就是一個立體的模型 請問這個立體的模型 可不可以用火源算出來 我的證明是可以 我的算法裡面大部分是使用這種算法 我用火源的方式重新建模 簡單講 我把一張熱一解析度的圖片 縮成最小一點 一點然後它就提出什麼顏色 在我的算法裡面也叫 敗了石 就是敗石 這是點顏色才點顏色 OK 那我們再把它放大一點點 2x2 3x3 然後你用一個橢圓的方式 欸有啊 一個就套出來了 你點越多 就越多的橢圓去合成一個人臉 比較難搞的是頭髮這一類 因為它非常細 所以它適合用平面橢圓去解它的邊緣 如果是人的輪廓大體輪廓 我基本上都是用橢圓 其實橢圓來講 它也是圓的一種 它是有一點點這樣 然後立體的橢圓有更多點 你們可以看 那個是行星 我們是太陽 太陽是恒星 太陽是恒星 然後我們是行星 那我們恒星圍繞行星的那個軌道 那個算法叫什麼 有點忘記了 那個算法就是火源的算法 也是其同一種 那個是面積相的 算法這樣 OK 那是相關這個有點複雜 我要簡單帶過好了 這個解釋我也不知道怎麼講 它是說 序列相關 有一段訊號在不同的時間點裡面相關 其實 人工辨識 人工智慧 我覺得大部分好像在講 都在秒數這件事情 找出相依性 大數據 大數據可能是找出 數據與數據之間的 線性關係 好像大部分都在講這件事情 但是 解法好像有很多種 而且這個 我光看這個圖片 我其實不太懂 怎麼描述 我只是知道說 有這個東西的存在 然後我覺得 它應該是有關的 它很基於統計學 然後它有算式 可是我 它不太懂 我簡單講一下好了 講這個的話 講一個笑話 然後大家順便休息一下好了 之前麥當勞有廣告 然後它有配個音樂 誰知道這個 誰先看過這個廣告 麥當勞的廣告 沒有 這一首歌叫快場波利路 其實應該叫波利路 然後你可能看到有一些樂隊 它就是突然 敲羅大弩打這個 然後打一輪之後就閃掉 然後之前在台北上出現 看有沒有太冷 你知道 在台北火車站 很多次了 這樣子 那有趣的是 為什麼快場老選這一首歌 你有沒有發現 它其中一段隱藏的 登登登登 有印象嗎 有印象嗎 我跟你講 我聽這一首歌 我已經我樂隊出來了 我聽波利路這麼多多年 都沒有發現這件事情 可是它實際上 它藏在裡面 它藏在裡面 所以我覺得 這個是一些很有趣的現象 可以發掘一些 我們平時看不見的因果關係 然後可以加以利用 這樣子 例如說 好像叫什麼 白挂舞的詩 那個叫什麼詩啊 就是 文青的心理 那講話隨便一貫 那個叫什麼 然後中間其中幾個字 是在表決的 蒼頭詩 蒼頭詩 OK 你不認真看你也沒有找到 裡面的相關係嗎 對不對 我覺得這個東西 如果是做文字 語音處理的 是不是 在裡面有這些奇怪的特徵 第二表達 第三表達 藏在裡面 其實是從來都沒有發現過 然後人工辨識 可不可以辨識這樣的內容 就是 我在炸電影 然後實際上我會罵你 你能夠找出這個關係嗎 能不能找出來 我覺得這個可以研究啊 不然我們可以反向嘛 我們研究成功的 我們就故意在裡面 藏了一堆罵人的東西 然後我們就把它算出來 欸我這一招要怎麼炸電影 然後實際上我會罵人 這也是可以玩的啊 我覺得這也是很好玩 OK我把這個提出來是這樣 好啦1個小時 我們休息一下10分鐘好不好 先讓我們停一下 啊如果這段有什麼問題 可以 可以這個時候來問我 然後我們等一下再繼續講 這樣子 好了 好喔 那我們就準備繼續開始了 剛才在社群裡面啊 我傳了一個0527.txt 那這個就是現在你們看到這個網頁 那你們把部檔名改成htf就可以 因為聊天室它不能直接翻網頁 如果是用手機看這個的話 可能沒辦法 因為改部檔 好像要線能改才能看 所以沒關係 它主要是因為我筆電子 想要跟我非同步的看內容 可以用這個網頁直接看 然後我會蠻歸建 是Google有蠻系的 因為按右鍵就可以翻譯 我英文跟我一樣不好 我英文沒有考期得過 我在大圓英文沒有寫過 所以我都是靠它的翻譯 這樣 可以可以利用一下這個 好那我們繼續 我剛才講 左圓講完 然後 fpga 這個我簡單講一下 fpga的話 電機系的 資工系的幾個手 資工系 或電機的 fpga這個客人 如果有開的話 可以認真學 為什麼 因為它價值很高 它就是一個可程式化的 硬體陣列 簡單講就是 你設計好的軟體 可以用硬體的速度好 那fpga 它的特徵是什麼 我看一下喔 它其實大部分的開發板 有的像 那個黑莓派這麼大 那有的是做成 類似顯卡的形式 如果你們要高速開發的話 我建議買顯卡 那個速度比較快 就是顯卡的fpga 長得像顯卡的fpga 然後 上課老師教你們 不管是用Science的 還是別家 Epail的開發項目 重點是 一套 學會它 學收它 用的跟吃飯打魔獸一樣 簡單 這個很重要 這個很強大喔 這是我畢業之後才發現它有多強大 它其實可以開發主理器 CPU 像Intel 你如果知道它所有的指令器 其實你可以刻出來 手刻 AMD的主理器也可以手刻出來 然後 上面有少講一個叫DSP 這個叫 數位訊號處理器 搞音訊處理器 基本上都會用這個東西 它可以是軟體 它也可以是硬體 它是一個 搞那個 旋波、綠波器 那一類的東西 就是人生強化 雜訊、鬼想什麼 就是用這個東西 DSP 以前DSP 我們老師教我們 上DSP的記憶是這樣子的 之前不是有電影 就是說 對不起 我並沒有針對誰 在座的各位都是XX 有沒有 他也是用這句話講啊 DSP講話了 對不起 我沒有針對誰 在座的各位都是懸波 是這樣子 他是這樣處理的 所以 只要是機率性的 頻率性的 或是波形的東西 數位訊號處理器 DSP 這個他都能做 好 那他跟 在這個 這個事情其實 其中有一個很好笑的事情 在大陸 大概10年前還是15年前 他們那時候要搶做IC 就是要研發IC 然後他們就給美國 回去大陸的那個學者 就設計了這個東西造假 然後騙了好幾十億的錢 那 大概5年之後才被發現造假 他是使用 那個國外不知道哪一家的IC 然後就是磨掉上面造假 那當時這個東西 所以你看到10年前 這個東西 他的價值超過10億的 產業的價值 所以這個東西 當時並沒有輸入顯卡 或那個處理器 多少 那 因為那個造假事件 大陸後來 因為他 後來他們的研究案申請 只要你是研發的 他都把你看小偷這樣看 你真的是做研發的嗎 我不相信 不然你先做個樣品吧 我們先評估一下 原始碼要公開喔 沒有給不起 會變這樣子 大家那時候變這樣 然後這樣子的話 研發什麼就很落後 所以他變什麼 你看他有10億喔 那時候被騙的 10億 人民幣 所以他後來 你看他很有錢 那怎麼辦 他就來台灣了啊 10億投資力 來我們就去工作吧 變這樣子 所以買買買都是他造成的 就是因為他先騙了自己 所以變成買買買到台灣來了 那我不知道要不要感謝他 所以大家認真研發 然後那邊的人 就會來跟你買買買了 那這個FPGA就是可以 他就是邏輯打設計 所以電機的資訊工程的 有在做遷入式系統 基本上這個要非常非常多 我個人認為這個是很重要的 他可以做顯卡 做處理器做DSD 都可以做 然後他速度非常快 所以你在看我們做的人工智慧的 演算法 有兩種喔 一種是 因為硬體的限制 所以改變算法 一種是因為算法的限制 改變硬體 那大部分是先有處理器 你已經先有多媒體指令器了 有SIFD 有SSE 有FFX 還有後來又做什麼 FFA指令器 你是先有指令器喔 那是先有指令器 他為什麼讓他設計 他就推 推10年後 我可能這個東西會被用到 所以他能夠提到10年的設計 那當時的代價就是FFA 並沒有熱血 到SSE 4代 之後的指令器 就沒那麼熱了 因為品嘗的人用不到 你前面那些SSE的2代 3代 4代 在多媒體 影音解法 他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他可以減少大概 4倍到6倍的 運算時間 所以像你現在用顯卡 解那個4K 2K 那是靠顯卡嘛 那如果你用處理器 那些指令器就越來越不夠力了 那這裡的話 那這裡的話 欸我可能有一張 是不是叫什麼 顯卡的構造 可以可能拿出來 看一下喔 顯卡的構造 我開太多 我開了100多個 所以我不知道他現在在哪裡 等一下我進去的話 我會把它拿出來 他主要就是講 顯卡跟處理器有什麼差別 我們有一個東西叫ALU 就是計算單元 然後有一個記憶體的位置 那顯卡跟CPU CPU就是大概 大概比例的話 指令跟記憶體跟 快取 他是1比1比1 大概這個關係 那顯卡 他是這樣的 一大塊記憶體 然後上面 大概配了650個 算數處理器 你一塊記憶體 一個大塊記憶體 然後同步可以執行650個 線程 我們以CPU的角度來講 就是多執行區 也就是說我們現在有4核CPU 8核給你了不起 16核 再開雙核心變那個什麼 64線程好了 64線程 BS650個線程 請問誰比較壞 就顯卡比較壞 他架構差別 所以因為架構差別 所以你現在就有 NVIDIA 有一個專有名詞 叫做CUDNN 那我後來發現 原來他的意思是這樣 客製化的 QDA NN架構平台 你用那個算法也不能改變 你就只能用他的 然後你是 所以你只能被強迫性 改變自己的參與 單數去調整他 但是他非常非常非常快 他講三個非常快 好像是目前最快之一的 那FPGA 為什麼要跟你講這個 因為剛才有講的嗎 你也不知道你的算法 需要多少記憶體 不知道他需要多少算數邏輯 不知道他需要多少 那個SIMP之力 沒關係 你就算法完成之後 你去按比例 去設計FPGA 那個同學 就是你的安子來了 來 客製一片你就開價 五萬十萬 OK啊 為什麼 因為他的性能之比 VDR 時代前法 1075 1080 弱20%而已 同樣的價錢 他只弱20% 而且他們永久一直被改變 他好像可以重複習 一萬次 就是你改變內容 改變內容 一萬次 這樣子 所以這個我覺得也是一個產業 你知道 你不會算法 但是你很會做FPGA 你也可以靠著客製FPGA 幫人家把他的算法做成硬體 讓他本來要跑10秒鐘的事情 變成每秒跑10次 這樣大概100倍吧 OK 這樣還不夠 為什麼 到了我們的課程後半段 就有講即時的標課跟辨識 他的要求是60fps 每秒要做60次 所以你不用這種很狂的加速 你用軟體做 我自己有試過了 那個真的是每秒10次大概是極限 除非你就是跳過很多階段 手這樣揮 我只辨識一次 我跟蹤那個像這樣移動 我只辨識了手第一次 而且 標框出來的手揮到一半 我才告訴我這隻手在做什麼 因為我前面所在算 我沒有辦法比較多算那麼多 OK 好那再往下講 關於這個顯卡 因為我那時候在手課 我覺得上個禮拜的 E-Net要把它手課出來 那後來我發現他的講解 沒有這個 這個很有趣欸 用網頁就可以調出你的顯卡的性能 來這裡有一個示範 然後我有跑一下結果很好玩的 我如果只用處理器 跑某某算法 我可能需要這個時間 然後用這個套件呢 去調出你那個GPU 我是什麼 Intel內顯 Intel這個 連那個 LOL打起來都很豐富的手臂顯卡 我有多少加速 我有六倍加速 最慢最慢都有六倍加速喔 那如果 他裡面參數可以 好像有叫做這個 這個叫做 鏈圖模式 但是我知道鏈圖模式的精細度比較低 那沒關係 如果你有辦法解決 剛剛講的 五點計算的問題 他就不是問題了 OK 同樣的 我顯卡 CPU先跑一次 然後他用 GPU 就是我的 狗屁 620 在跑這個模式 速度變多少 16倍耶 好爽喔 那你如果用NVIDIA 不知道要變多少 AMP那個一定不用講的 用網頁你會聊打別的人 OK 你也不用寫什麼 驅動程度 我跟你講手寫驅動程式 手寫細源 細下的那個 叫顯卡的代碼 很複雜 然後又很低階 寫錯了 還會把你顯卡掛掉 所以有這個東西 我覺得真的是 AMP還滿神奇的 用網頁就可以開發 你這樣顯示了 這個可以 特別把它挖出來 他等一下手寫 那個 網頁幫EB在跑的時候 這個 有興趣的同學 可以自己先手點這個 他這個 按鈕鍵 這裡 下面 這裡就有一個測試的按鈕 看一下喔 在哪裡呢 WROM VEGMAC 你就按下去就好了 他就告訴你結果 有興趣的現在就可以玩了 來重來一次喔 在這個畫面 有 GPU.js 點下去 然後呢 首頁往下拉 有一個 ROM VEGMAC 它有兩個模式 你兩個都把它按下去 記得剪圖喔 來比一下分數 有沒有NVIDIA顯卡的 比電能夠高低一點的 有顯卡的 有顯卡的 比電有顯卡 跑一下 來看一下分數 如果沒有 沒有辦法 下載我剛才那個網頁的 你們直接搜尋 GPU.js 這個直接搜尋就有了喔 Google搜尋GPU.js 第一個就是這個 你也可以用手機跑 用手機可以跑 手機它可以叫顯卡 而且手機的速度 沒有理想的慢 因為手機的遊戲 現在3D遊戲也很精神 你只要是大家兩年內的 大概都可能比我還快喔 比我這個i620還要快一點 OK 我講到有點累了 我決定還放一件 這個是別人做的 他是在講 最小的那個 natural walk 然後這個人 我覺得講得非常棒 然後還有人 幫他配了中文字幕 我覺得令人過來 一下來放這個 歌詞 到目前為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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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